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在政坛天下仍是男性居多的台湾 蔡英文,2000年才步上政坛担任部长 短短十多年间飞速历练窜身 2008年当选民信党主席 成为台湾史上第一位主要政党女主席 2010年代以后,她问鼎的是总统大位层次 什么样的女子能够一副当官,万夫莫敌 什么样的机遇让一位内敛单纯的文才女子 不断摇身蜕变,步步进身呢 很多人欣赏蔡英文的国际观和两岸事务的专业 但对她的出身背景和成长经历更是好奇 因为她一向形式风格低调 使得这位身价数亿,才才双全的客家奇女子 更添增了神秘感 这集台湾演艺,就让我们认识蔡英文 这集台湾演艺,就让我们认识了神秘感 蔡英文1956年,夏天出生在台北 是屏东丰岗客家人 蔡家排好老腰 上头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 她的父亲蔡杰生 对于这一个小她36岁 投属猴的宝贝女儿,特别疼爱 蔡杰生18岁时,为了躲避日本军的征兆 曾到中国东北机械学校修飞机 回台后,靠着专业技术 在当时,台北市最繁华的中山北路 开设了当地第一家汽车修理厂 招阳汽车公司 同时也进行汽车买卖 很好,可是很严苛 包括工具的使用 包括工具的使用 还有一些车辆的那种外观清水 或是说你一般的所谓的技术上 一定都要求非常严格 才有办法交车自己的 那时候我哥哥在他们招阳 那个修理厂 保养厂,他在那边张学徒 小学的时候,都是我哥哥在他上课的 民国五十年代 在台北街头,能够开车的 不是有钱人 就是来台美元的军官 有人脉,有技术的蔡杰森 在天时地利的配合下 开始靠着独门生意 有了稳定丰厚的收入 让家人的生活,不予退马 维修的车辆,我记得都是 一些美国进口车 就像我们的通用车种 美金公团的一些特用车种 那时候在台湾来讲,这个车涨是非常大了 那时候很忙,那时候车辆顾向力很高 美金公团的车辆最多 除了开汽车修理厂 蔡英文的父亲蔡杰森 投资眼光精准 专挑繁华地带,买地盖楼 包括农安街和中山北路二段的 前日本大使馆 南京西路上早期今日百货的所在地 以及中校东路 单路口的汉宫大楼 另外蔡杰森最著名的投资 就属买下当时美军俱乐部中山北路三段 和民族东路口的土地 兴建破具规模的高级餐厅 勒马大饭店 也就是中山北路海霸王前身 他专门做美军的生意 而中山北路二段 41号已成为五星级大饭店的原址 在50年代就是蔡英文在台北的第一个家 从汽修厂跨足房地产餐饮业 蔡杰森事业版图逐渐向外扩张 财富迅速累积 也奠定蔡家日后庞大的家产实力 蔡杰森和张金凤育有四名子女 纵使父亲严肃化不多 但唯独对妖女铁汉也常流露柔情的一面 他是非常男子汉 英文讲非常男子汉 非常严肃的人 可是他跟他的小孩的互动 是一般人很难想象到的事情 第一次他带了一只乳牛回家叫我们养 后来长大了他就把他送走了 所以他也把孔雀带回来给我们养啊 他也有幼鼠啊什么的 现在小孩子不是流行玩那种玩具的车子吗 我们小时候就有啦 是我爸自己做的 你可以坐在上面那个用脚踩 那车子他就动了 那后面他就把他做一项救火车一样 后面还可以载两个小孩 所以我们小时候的玩具是一般人没有的玩具 那那个模型小的模型车他也会坐 蔡家虽然是当地少数的有钱人家 不过和邻居相处融洽 没有因为贫富悬殊 居然于千里之外 家境富裕 蔡英文的父母却坚持不送孩子 去念贵族明星学校 但也认为孩子需要学音乐来陶冶性情 我父母他们有他们自私的想法 觉得小孩子一定要学音乐 那男生一定要学小提琴 女生一定要学钢琴 所以我从幼稚园开始就被送去学钢琴 那我还记得我的钢琴老师 就是那个很有名的 绘画家廖德正先生的夫人 那所以他就住在我们家后面 所以对小朋友来讲 学钢琴其实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我记得我以前常常学钢琴的时候 大概是晚间六七点钟 刚好是放卡通影片的时间 我就希望老师准时让我回家去看卡通影片 所以一下子我就飞奔回家看卡通影片 所以现在觉得钢琴没学好 是一件很惭愧的事情 但是小时候就觉得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记得我到了念大学的时候 还会做噩梦 印象中说他们家给我妈妈的数修蛮高的 从我妈那边感觉说 比如人家五百块 他可能给七百块 然后逢年过节 还有点多一点的净失的那个礼金 只是父母苦心安排 偏偏蔡英文老是跟不上 不只学钢琴没学好 就连小学的课业成绩 也不像哥哥姐姐们总是拿第一 我有个记录就是常常开始的时候都做的 念书都念得很差 那我妈妈就开始担心说我能不能毕业 我小学的时候我妈也很担心说她的几个小孩 好像都是念第一名 每次考试都一百分 为什么这个最小的老师 好像在从后面赶到前面那种 小学六年 蔡英文只有一次得到第一名 那一次是为了得到一支钢笔 她还把这段过程写成了作文 刊登在小坎上 她说当时看到班上好多人都有钢笔 她好羡慕 也要求妈妈为她买一支 但是妈妈要她得考第一名 没想到还真的拼到了 所以现在可以用钢笔写出这篇文章 由这一点 也可以看出小小蔡英文的好强 念国小的蔡英文 念教科书 没哥哥姐姐们拿手 却很喜欢跟着看课外读物 而且是超龄阅读 国小六年级就看完了如另外事 因为我姐姐喜欢看文学作品 所以我们家都满家子都是文学作品 所以我长大的环境倒是是比较是一个文学性的 一个长大的环境 备受宠爱的蔡英文 活小课业 即使没哥哥姐姐优秀 但是运气不错 碰上了实施九年国民义务教育的第一年 不用考试 只升国中 但是上了国中 蔡英文的麻烦又来了 英文不灵光 哥哥姐姐都认为 无药可救 妈妈只好涂法练钢 用日文拼音 教她念A B C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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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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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前的英文也实在是 烂到我姐姐都不想理我 所以我考 初中要考高中的时候 我父亲就问我 你的成绩这个样子 你要不要考虑念五转 只要再考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考高中 高中还考大学 你念五转只要再考一次就好了 我想一想我觉得 我哥哥姐姐都念高中 为什么不能念高中 我就决定去考高中 结果我就差两分 没有考上一女中 这也不错 对 我还记得很清楚 就是在考试之前 我妈妈还带我到一女中去看说 你要念这一件 她们是穿这样的制服 梅如母亲所愿 穿上绿色制服的蔡英文 进了二女中 也就是中山女中 学业成绩 依旧让女亲 脾心吊胆 到了念高中的时候 一开始念高中 又念了乱七八糟 我记得念到四五十秒 我妈也开始紧张说 我是不是高中可以念毕业 然后到了高三要考大学的时候 我父亲也看着我 就觉得是说 大学究竟考不考得上 不过考不考得上 是蔡英文努力的问题 考上要念哪一个系 却是她和父亲沟通的结果 蔡英文原本立志 要当考古历史学家 但她父亲希望她当律师 双方陷入僵局 最后被蔡英文形容 有点大男人主义的爸爸 竟然对她动之以轻 她觉得我们家庭的事业 需要有一个学法律的人 来确保家族的事业 不会有太大的法律风险 所以她就跟我讲 她说她还是很传统的观念 她就是说 她感觉女生念法律是不太好的 但是她也没有办法了 因为她只剩下一个小孩 还没考大学 所以她跟我道歉 她说那就拜托你去念法律好了 那我们两个当然是挣扎了很久 我记得要填那个志愿的时候 我们还相坚持了一阵子 小的时候我想做历史学家 想做考古学家 那碰到爸爸坚持的时候 我就去念法律 所以我把它填作第一志愿 那我父亲也觉得说 或许这是可以期待的事情 等放榜的时候 我考上台大法律学 我相信我爸那时候 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事情 因为好像不是在他期待中的事情 考上台大法律学那一年 蔡英文也考到了驾驶执照 但是从拿到驾照 到一个人赶独自上落 可是蔡英文的母亲 过出去才换来的 我刚开始学开车的时候 刚拿到执照 那有一天要去出门 结果我哥哥就陪我把车子开出去 结果一出门就撞到公共汽车 然后把车子开到公共汽车底下去了 那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刚刚拿到驾驶直到上路 就撞到公共汽车 结果那时候心里就有障碍 那我母亲觉得不可以 她觉得我要勇敢 所以她就陪着我坐车子 到台北市的每个地方这样去开 我记得有一次我还开到我的那个后照镜 跟别人那个创造 结果后照镜的玻璃破掉 还打到我母亲的脸上 但是她还是觉得是说 小孩子还是要这样训练 蔡英文就读台大法律系时 住家已从中山北路二段 搬到了阳明山的别墅 为了交通便利 母亲替她买了辆轿车带过 但父亲坚持只能上学专用 假日还是得搭公车下山 我妈给我买了一辆车 所以我是我们班的司机 不论要载货要载人都是我去 你开什么牌子车子呢 那时候就是那个 因为台湾的那个国产车刚开始的时候 那个有一种车叫做 那个福特在台湾做的 那种小的小福特的车子 所以我妈还给我挑了一辆红色的 因为比较显眼不容易被撞到 车子停在两个block外面 他不会停在校门口 他是少数几个开外国车 进口车的 对 的同学 但是他不会把车子停在门口 他不会招摇 开车上学不然方便 但阳明山冬天湿冷 常常一大早 要上课的时候 车子就发不动了 蔡英文的父亲就会特别起床 在寒风中拿着吹风机吹引擎 从小到大蔡英文都是带妈妈亲手做的便当上学 甚至到了大学也不曾吃外食 母亲会为她准备三明治或是饭船 打了果汁找不到容器桩 还会放在奶瓶里 每次喝都被同学笑 不过蔡英文一点也不介意 考上台大时 蔡英文的英文考了40分 虽然是高标 但是和哥哥姐姐的80几分相比 还是差了一大截 即使如此 蔡杰生对女儿蔡英文学习外国语 还是有很高的期待 父亲就觉得说 既然英文念不好就学日文 他就给我请了一个日文家教 一个日本的大学的教授刚好到台湾 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 他也叫我去修日文课 所以我父亲开始对我的日文有期待 结果过了一阵子好像看起来也不太好 因为我的日文老师中文很好 所以他每次来给我上家教课的时候 他会跟我父亲都会先聊一声 他们就用日文先聊 先聊完了以后开始上课 就跟我用中文上课 所以我相信我父亲的因此日文越来越好 但是我的老师的中文越来越好 但是我的日文也就完了 大学时代蔡英文走在校园里并不显眼 白衬衫牛仔裤和始终如一的清仓挂面头发 她独行侠人缘却超好 我觉得她算是比较独来独往的 不过她跟我们女孩子都还算蛮好的 她大学的时候她们叫她菜菜 她不会是不是那种就是会吸引注意的人 就是我刚刚讲的比较低调比较内敛 她头发永远是清汤挂面 然后穿着就是一件衬衫一条长裤这样子 有穿过裙子吗 军训课的时候一定要穿裙子 对 然后好像解释宴的时候也惊鸿一瞥 穿了一下 她们说你今天穿裙子 她马上就跑去换掉了 因为举办排球比赛 各班女生本来就比较少 又愿意这样忍受皮肉之痛 来打排球 可能又有一些扭伤或者是碰撞的 女生我特别对她们特别的关注 那尤其是后来我知道 说她是附加千金的话 那是附加的可以刮目相看 蔡英文附加千金 在校园里却是格外低调 沉稳内敛的个性 活素的打扮为她赢得好人缘 她曾经要班上的同学到她们家 去露营去办活动 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她们家 有游泳池 有网球场 住在阳明山三十后的高级的住宅区 去过两次办活动 对 很大 在阳明山的别墅 那家境是蛮好的 那个厨房是那种回旋式的 就是说有可能会迷路这样子 蔡英文念大学的时候 台湾当红的歌星就是凤飞飞 街头巷尾到处都听得到她的歌声 而蔡英文跟很多人一样 也成了凤飞飞的忠实粉丝 她有一堂课是一定要翘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民法载个吧 还是载种 就我们民法的老师 洪迅欣老师 她非常负责任 常常在周末补课 感进度啊什么的 那礼拜六那堂课呢 她是一定要翘的 因为我们要去听凤飞飞的 我爱周末 对 我们一群人都跟她一起翘 不会把她再记错了 我其实是很乖的 我不翘课的人 我很少翘课的 真的 洪迅欣老师的 不会 洪迅欣老师的课 我一定统统做到尾 我觉得不敢 因为我听不懂 我一定要坐在那里 所以没有 她记错了 你很喜欢帮我们的一些谢谢 是是 因为 我哥买唱片 我就跟着听啊 青豆初开羞涩年纪 清秀的蔡英文 也曾是令男同学 心仪的热门对象 蔡主席在大学的时候 有一点神秘又不太神秘 我相信这个 这么样一个特别的女生 这个如果没有人追的话 那表示男人的眼睛都高无赛 他是有人追的吗 刚人 还有好几个人抢 我就在窗子里面听了 亲耳听到 那时候蔡英文做班代 他做副班代 所以他两个就比较少 时间做会 这样子 所以 到底有点力 这我真是不清楚 纵使不发有追求者 不过蔡英文了解 当时他要追求的 不是浪漫情势 而是 忍神目标 当时应该就可以看出他的志向 将来是要从 到英美法系去做 这一方面的学术研究 他成绩应该算是 上 应该算是上 还不算优 因为坦白讲 要到优的程度是因为 他没有专心在念 因为他念的是英美法系 我要出国念书的时候 他又跟我讲说 他说真的念不下去 你就得回来 可是他又觉得 他的小孩一定要出国念书 一定要念出一个东西 但是在那一刹那之间 他又很舍不得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我妈他对小孩 他期待很深 他一定要坚持这个意志 可是他心里有他的那种 英文讲soft spot 就是说他对小孩的那种 有一点点溺爱的成分在里面 1978年 蔡英文到美国康奈尔大学 攻读法学硕士 自朝英文很差的蔡英文 到了国外重新学习语文 也开始学习 一个人独立生活 从不碰咖啡也不碰茶 此时竟然学会了品酒 大学毕业的时候 我的父母还是不让我们 喝茶或喝咖啡的 出去以后就学坏了 就喝茶喝咖啡了 那我有一段时间 跟一位那个时候 在哈佛教书的教授 做他的助理 他教我很多美国的文化 教我喝咖啡的文化 教我喝红酒的文化 那还有很多美国的文化 饮食的文化等等 在美国拿到法律硕士 也考上美国职业律师 1981年 蔡英文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攻读法学博士 从入学到拿到学位 只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最后论文口试时 蔡英文的姐姐还特别 从台湾飞过去陪她 她在伦敦念博士学位的时候 我去看她 那第一个她很有耐心 她都是等我自己起床 她不会把我吵醒 她都比我早起 然后我去灌洗的时候 回来她已经帮我把床铺好 棉被折好 然后我去吃早饭的时候 回来我看到她把我昨天洗的衣服 烫好 折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头上 就很细心很体贴 我觉得她是很 就是宽以待人 眼以律己 甚至一心的人 学习独立 也是蔡佳让孩子出国念书的目的 蔡佳四个小孩 蔡英文的大姐蔡英玲 刘美博士念的是心理 回国后曾在大学教书 念义的大哥蔡盈阳 是唯一在国内完成学业的 曾经是台北荣总的医生 二哥蔡盈南 留学日本 目前在日本经商 蔡家重视教育 每一个孩子各有不同的发展 当初在父亲坚持下 念法律的蔡英文 留学回国后的人生路 却出乎家人的期待 蔡英文28岁取得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 当上大学教授 十年的国际事务历练之后 一连串的机遇让她深获高层赏识 踏上仕途 在李登辉总统时期 她是国安会咨询委员 也是两国论的策划人之一 前总统陈水扁时期 蔡英文开始独当一面 真正踏上政治路 2000年成为第一位陆委会女主委 2004年民进党部分区立委 2006年月升首位主导财经大政的女傅格魁 她从低调不刻意表现 到创下越来越多的第一记录 已经是攀升速度最快的女政治人物 蔡英文为何如此受到藏风赏识呢 外界对她感情归宿的好奇 不像于对她的政治表现 在装访的过程中 这位感情低调的谈判高手 难得松解心房 吐露对婚姻 对感情的看法 继续来看台湾演绎的独家专访 1984年27岁蔡英文拿到博士学位回到国内 到政大教书也在法律事务所工作 虽然工作安稳 但是蔡英文内心更渴望接受富有挑战性的事物 让她能学以致用 正值台湾力图走出国际的年代 一个姻缘继续 1985年不到30岁蔡英文 开始担任经济部国贸局的谈判顾问 在80年代的中期那时候 刚刚我们练完博士回到国内 那个时候台湾正要打开市场 那开始对外谈判 那刚好跟我的博士论文是 刚好是契合的 所以就开始有了这段机缘 就是参加了政府的这一点团的对外的谈判 当时世界各国急着开拓国际自由贸易市场 要从关税保护走向开放主意 各国都希望撤销他国的关税壁垒 当然台湾也不例外 但台湾局势更严峻 因为自1971年台湾退出联合国之后 关税继贸易总协定GATT也撤销台湾观察员的资格 所以当下台湾第一步是要再向GATT扣官 在这风起云涌的关键年代 蔡英文遇上她接触公共事务的第一个转折 我碰到了很多台湾在一个关键转折期里面 所碰到的事情 那也刚好让我有扮演一个角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说我自己选择的人生 倒不如是在台湾的发展的过程中 这个社会选择了我 蔡英文她因为她英文很好 她很容易跟他们交朋友 而且她自己不是政府 所以她会比较客观 跟他们谈的时候 大家会可以在场外谈 蔡英文就很用一招 但是我们两边谈江的时候 蔡英文就这样 欢迎 其实她在谈哪些话 是她自己在谈 叫她欢迎 事实上她就是要拖那个时间 或者是要让那个革命 台湾当年贸易顺差大 各国都把矛头对准台湾 只是一旦全面开放进口 外国产品过度倾销 将会压缩我国产业的生存空间 而谈判团的使命 就是要拿有限的筹码 跟全球做生意 要保护台湾的产业 该怎么拿捏谈判技巧 身为谈判代表蔡英文认为 为对方看透很重要 父亲 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训练吧 就是叫我们 不要太流浓自己的心理的感觉 那事实上 对一个谈判员来讲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 也就是说 你脸上的表情 你脸上的 这种 表现出来的东西 其实都是别人 判断你在思考什么事情的一个 1994年1月 华盛顿零下21度 正下着百年罕见大选 台湾谈判团一行十多人 递达了华盛顿 要和美方进行WTO 入会资上 他们当作派出来是他们的那个 他们一个叫做Casiti 一个谈判的杀手 他就是一下子谈工工 一下子谈农业这样子 那之后蔡主席他跟我们一起去谈 他就帮我们看头看尾安 但是因为那次是要谈这个 叫做机动关税 所以每一项每一项都要跟他谈 我记得晚上都谈到八九点 他们真的吃牛肉的 体力比我们好很多 我看蔡主席都谈到都快要挂掉 1994年到1997年 是台湾国际谈判的高峰期 四年就超过100场大大小小的谈判 台湾谈判团队的成果 不只将开放关税冲击降到最小 2001年台湾更顺利成为WTO会员国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有两组谈判 一组谈判就是我们的进口牛肉的谈判 它是一个在亚洲所有的国家里面 在进口谈判项目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项目 那么我们的这个牛肉的进口谈判 其实维持了十年 持续了十年 一直在我们将要加入WTO的时候 把它解决 另外一个非常敏感的项目 两岸事务咨询幕僚 两年后成为我国第一位女性国安会咨询委员 1998年随顾政府到中国参加二次国安会谈 2000年陈水扁当选总统 45岁蔡英文获聘为陆委会主委 2005年出任民进党不分区立委 隔年又被拔主为行政院副院长 从政府聘请的学者顾问到出任政府公职 蔡英文后来才发现 从不干涉他重振的父亲 其实一直默默守护着他 我的父亲对我的这种决定 他其实都是尊重 他不太讲话 他也不太干涉我 但是我做了什么决定 他就会在很默默地助我一臂之内 他不会是说 他把你所有的路都铺好等等 他看到你快要快掉下去的时候 他会拉你一把 我后来也发现就是说 很多的民进党早期的政治人物 事实上跟我父亲都有渊源 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 总是有人会适时地出现来帮助我 然后再去了解一下背景 然后后面好像跟爸爸都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有父亲的避孕加上自己的努力 蔡英文的政坛路走得顺遂 但感情路却走得寂寞 或许是受到护网经验的影响 父母的态度也不得不变得开放许多 我年大学的时候有一天我跟我妈妈跟我爸爸坐在一辆车上 我爸爸开车我妈坐旁边我坐后面 我爸就跟我妈讲说这是最小的女儿 她生出来就是要跟我们做伴的 她不用结婚了就跟着我们就好了 我妈说你不要吓我 她对于儿女的婚姻这件事情 她觉得快乐是或者自在是最重要的 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不要给她人麻烦 你自己本人对婚姻的诠释呢 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过程 就是说你要跟有一个人要过一辈子 然后要有不变的感情 这是一个这是很具挑战性的事情 真的心里要有那种那种准备 就是说你愿意克服你很多心里上面的 对于自己事情对于自己感受的坚持 去适应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具挑战性的事 在某些时间点上 一个比较接近理想的人选曾经出现过吗 年轻的时候是比较有可能 因为年轻的时候的可说性比较高 当你事业做到一定的程度 人格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 要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跟他的生活的思考等等 这比较困难 所以年纪越大其实这个是越困难 不过这种事情都是看机缘 曾经有人走进你心里 曾经让你想过这个念头吗 主持人你越来越问到这个事情的核心了 应该是有吧 你觉得愿意跟社会分享多少 不太想 好像这个事情也很少人提到 是 那因为你越不常提 就所以大家越好奇 可是你觉得这一部分是你 我觉得是可而止 所以你会一直把它包围在心里 是 把孤王的感情放在心里 蔡英文对感情的态度 就跟她形式崩壳一样 低调再低调 除了大学时期若有肆无的情愫之外 曾有平面媒体报道 蔡英文在美国康奈尔大学 攻读硕士期间 有一位论级婚家男友 不过在一场登山意外总丧生 悲剧收场 让她对感情却步 至于踏入社会后的另外一段感情 蔡英文总以男主角已经成家 而女成群为由 没有必要再提 无极而终的恋曲 让蔡英文对爱情婚姻保持距离 不刻意追求 而对刚踏入政坛的蔡英文来说 只想追求自由 我希望我回家以后把门一关 就不要有人来按电影说 我要拜访你 以前用减压的方法 主要的还是看书 但是 后来我觉得 其实学习烧饭 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从肩下第一个政府公职 陆委会主委开始 蔡英文以政坛新秀之姿 不仅成为富格魁 2008年还成为台湾主要政党的首位女党魁 可说是政坛奇葩 但随着职位越从越高 蔡英文接下来 所要面对的挑战和承担的责任 也越来越多 主持政务需要的是专业 参与政治就还得要外加运筹和妥协了 学者出身的蔡英文走入政党 一开始让各界亚裔 也担心会不会是误闯丛林的小白兔 然而她带领沦为在野的民进党 从谷底攀升连续打赢了好几场重要选战 也成为民进党第一位党员直选成功连任的党主席 更击败党内天王 挑战总统大卫无敌手 蔡英文的胆士 毅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再通过考验 在新旧观念交错的台湾 蔡英文收服男性 折服女性 吸引年轻人 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继续来看第三单元 总统好 总统好 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 陈水扁当选总统 民进党首次执政 两岸政策得小心硬硬 主导两岸事务的陆委会 得委由专业信得过的人出任 蔡英文的专业的形象 或者是说她在主权上的路线的坚持 这个部分是可以让人放心的 那她把它放在这个陆委会这个角色 对于一个从事这个中间路线 要进行努力的人来说 它会是一个安全阀 同年5月22日 43岁蔡英文 从过去国安会咨询委员的幕僚角色 越身为陆委会主委 踏上政治舞台 蔡英文深知 两岸关系的重要性与敏感性 积极横向沟通协调 绝不让两岸政策变成多头马车 蔡主委的个人特质就是说 你不听我的话 我就讲到你听为止 哪一个部门到最后都尊重 以礼服人以专业取胜 蔡英文协调各部会 在任内促成从无到有的金马小三通 开放中国观光客来台 开放台湾晶圆厂赴中国投资 以及完成了第一次的春节包机 大家都会依照他的话来做 他的治军是非常严明的 他的口令祭出 他的命令祭出 大家都必须要跟随走 他带军严明的结果 建构成一个非常强的 一个战斗的团队 第一次当政府首长 蔡英文表现得可圈可点 四年后2004年 蔡英文卸下陆委会主委职务 也婉拒出任驻美代表 和经界会主委的提议 他只想回家 陪陪父母好好休息 我现在想要一段时间休息 但是半年后 碰上国会年底改选 蔡英文又被征询 出任不分区立委 基于对民进党的认同 蔡英文终于点头 入党接受征召 2004年12月 蔡英文正式当选 民进党排名第六的 不分区立委 他有一个很好的优质的条件 就是他非常聪明 他有很强的学习的能力 那他 我对他的观察 他忍毅力 Go 思路清晰 条理分明 蔡英文的行事风格 让他成为民进党 热门新秀 一年多后 2006年 蔡英文更被掩揽入阁 成为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副手 负责主导财经政策 从委会主委到立委 再到行政院副院长 一连串的从政之路 蔡英文坦言 这的确不是他预料中的事 我对我自己做什么事情 没有说我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但是我要 我要 我要 让自己确保一件事情 就是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全心全意投入 同年6月中旬 行政院召开 台湾经济永续发展会议 由副院长蔡英文负责主持 但直到7月28日闭幕后 蔡英文才透过简讯告知 傅桑请假一个礼拜 外界也才晓得 蔡英文的父亲蔡杰生 已于7月7日病逝 享年87岁 碍于公务在身 蔡英文把父亲辞世的悲痛 藏在心里 谢谢大家 2007年5月21日 苏贞昌内阁总辞 蔡英文再度卸下公职 当时中研院院长翁启慧 中研院院士陈良博 艾滋病治疗权威 何大一博士等人 为让台湾的生物科技产业 能够跟上世界脚步 正积极筹划宇昌生计公司 看重蔡英文曾在傅格魁任内 辅助生计产业有功 说服已无公务在世的蔡英文 担任董事长 我现在的兴趣 应该是全心全力的 这个发展能够上 但是蔡英文当生计公司董事长不到一年 便面临2008年民进党败选 二次政党轮替 党内气氛低迷 由谁领导这个党继续走下去 是一个难题 有政务官历练 形象又清新的蔡英文 又再度被肯定 不过蔡英文入党才三年 何况领导一个政党 可不比当政务官或是当立委 蔡英文考虑再三 终于首肯参选 也以五成七的得票率 成为民进党有史以来 第一位女党贵 这时候很多朋友反对 就认了说这个牺牲太大 那他讲一句话 他说民进党过去八年 给我的政治资本 我现在通通还给民进党 我就拿这个政治资本出来 把民进党再带上来 没有错 有很多的时候我的想法 或者是我所说的事情 受到有些人的批评 那甚至于有些人的谴责 但是这个时候就必须 要有常常的问自己说 这个事情跟你坚持的一个价值 跟一个信念是不是吻合的 面对外界质疑 蔡英文用自己的节奏 走自己的路 不哗众取宠 不激情 却很理性的领导风格 逐渐获得选民认同 2009年9月到2010年2月 三次共八席立委补选 民进党一举夺下七席 期间县市长选举的得票率 也比上届增加了7% 大部分人都很惊讶 就是说像蔡英文蔡主席这样的人 怎么可以根本不像一个政治人物 他还不懂得群众的语言 然后你说他会讲话吗 好像有时候讲话会绕来绕去 就是讲得很复杂这样 但是你从事实上来看 他把民进党从谷底带上来 积极争取知识的认同 也积极监督马政府 2010年4月25日 蔡英文和执政党主席 马英九总统 为了ECFA进行首场双赢辩论会 这个自由贸易之后呢 也许贫富差距会受影响会扩大 但是要做的不是说 我们就因此不要去贸易 总统说势在必行 而且一定要签 而且呢 我们因为有中国的承诺我们 中国为什么要对我们这么好 要给我们这样的让利呢 同样承认陆委会要职 同样是党主席 蔡英文成为抗困马英九的最佳人选 2010年5月 蔡英文以9成以上得票率 再度党选 民进党党主席 不仅得票率 比上届增加了三成多 更是民进党首位 党员直选连任的党主席 以前会批评 会急着说 你没告诉你的人 现在其实会发现说 虽然有时候讲话是温和 是理性的 但是他心里是很坚决的 他的意志力是非常强的 成功的临任党主席后 蔡英文也立刻宣布 投入人身低场公职选举 披上直辖市新北市长战袍 也可以说蛮倔强的 所以他认为对的事情 那他心里会有一个很大的力量 说他一定要把它做到 2011年蔡英文更宣布参选总统 成为台湾有史以来 第一位女性总统候选人 蔡英文的崛起 我认为并不是一个偶然 蔡英文她是一个不讲空话 所以她 你说她是从学术界进来 她把一些理性的思考 带进政治来 第一次挑战女总统 蔡英文获得609万票 败给连任马英九的689万票 虽没成功 但蓝绿票数差距 比上一届拉近不少 从相差200多万票 大幅要进 只差将近80万票 我刚才已经宣布 持续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 在雨中宣布请辞 如何把支者泪水化为动力 蔡英文一直蠢多着 未来我们希望用思考力 行动力跟社会力 这三支火柴 结合广大的社会 民间的能量 一起点亮台湾的希望 大选结束后半年 2012年8月 蔡英文成立小英教育基金会 密集下乡 探访民意 但是为什么会 我也觉得快 我也会跑下来 走入人群欢心淋漠 卸下党主席职务后 蔡英文的脚步没停歇 两年来蓄积人气 等待时机再要起 2014年5月28日 蔡英文回国第三度当选民进党主席 随即面临九合一选举 蔡英文全台奔波浮选 而执政的国民党 则是受到红仲秋事件 太阳花悬运等影响 民怨沸腾 选举开票结果 直辖市长和县市长部分 民进党抢得13席 一口气增加7席 国民党从原本的15席 掉了9席 只剩下6席 隔年2015年2月 5席立位补选 民进党抢下3席 维持平盘 但得票率增加了一省以上 蔡英文扶悬有功 领导态势更加稳定 我们都为蔡英文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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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用2016 台湾每一路的后盾 我们都为后盾 有名义作为后盾 这更加确立蔡英文的下一步 再次投入总统大选 他深知此时的台湾人民 需要的是多一个选项 他认为凡事都可以回归到理性的分析 他认为是对的 他会去确定他的方向 然后他会去坚持 从学界踏入政界 蔡英文用智慧化解危机 用理性凝聚共识 对于个人的未来人生方向 堵实而坚定 这个社会有很多的资产 是累积在我的身上 所以在选择你要做什么 或你不做什么的时候 你真的要考虑到是说 你对这个社会的责任 或者社会是不是 在这个时候需要你 那当社会不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退场 但是社会需要你的时候 你就要进场 十多年的政治历练 从面对民众的深色 到熟悉群众互动 选者出身的蔡英文 正逐步攀升政治高峰 面对人生的另一项挑战 这集蔡英文前传 我们筹划多时 制作的过程 也多次的更新改版 我们更尊重蔡英文女士 对自身和亲友隐私权的保护 另外许多台面上 进行中的风头事件 需要时间的掏写和缠电 才能够写定历史 因此我们谨慎的取舍 蔡英文有着豁达又积极的座右铭 他说要做个有用的人 当社会需要他就进场 社会不需要的时候就退场 但显然因此自由用武之地 在中华民国的天空下 他拥有了非常宽广的挥洒空间 这集台湾演员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胡婉玲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